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千诚汤蜜 人类常常认为自己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但同样,有些动物也会吃人的 这些动物以漏为食 包括狮子、老虎、棕熊、豹子等 每年都有不少的人死于这些动物的嘴下 对于吃人的猛兽,人们是一定要消灭它的 在20世纪90年代的非洲有一只鳄鱼 因吃人而闻名 它被人称作生水中的恶魔 时常行踪飘忽不定 致人死伤无数 这只鳄鱼生活在非洲的坦干尼科湖中 当地人给它取名叫古斯塔夫 要知道,从古至今 人们繁衍生息都喜欢衣衫伴水而居 当地的非洲居民就靠着坦干尼科湖的水产物 自给自足 生活临近而又惬意 然而有一天,一个恶魔的出现 打破了居民们平静的生活 在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 短短十年时间里 死在古斯塔夫口里的人类超过300人 简直害人听闻 当居民乘着小船飘荡在湖面的时候 古斯塔夫会暗中盯着他们 然后突然袭击 轻松地就能先放船只 然后将猎物拖入湖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于古斯塔夫从未被捕获过 他的身长和体重数据不明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表示 目前最大的鳄鱼是在印度东部 一头7米长的巨鳄 而有目击者称 这只鳄鱼超过10米 重达1吨多 卢尺巨大的体型判断 可能不超过60岁 或许还在成长阶段 古斯塔夫也因他身上的三个蛋痕而闻名 他的右肩甲骨也被人发现了重伤 不过并没有人知道 这四个伤痕从何而来 当地政府也在古斯塔夫的阴影中艰难生存 每天在水边劳作的人们都是提心吊胆 迫于无奈便向法国求助 希望能将这只鳄鱼消灭 法国随后派出了一名叫帕里斯的科学家 前往非洲 帕里斯是研究爬行动物的专家 以他对动物习性的熟悉 很有信心抓住这一只鳄鱼 首先一个重达一吨且长度将近9米的陷阱龙被开发了出来 接着团队找出了古斯塔夫的位置安装笼子 在笼中设下诱饵 并在笼里设置隐藏好的红外线摄影机 就这样的陷阱科学家设置了三个 以增加捕获机会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狡猾的古斯塔夫总能躲过人类设置的多个陷阱 当地人还称这只鳄鱼一顿饱腹后可以几个月补进食 但是他很享受狩猎的过程 而不吃下猎物的尸体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肚子被失裂的渔民躺在河流上 所以古斯塔夫完全可以细致地挑选他想吃的猎物 直到今天 人们还是没有捕捉到这只食人巨兽 食人鳄古斯塔夫也并没有再出现 他的下落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感谢观看